要说我19岁的高光时刻 应该就是这张照片了 当时我大二在辩论队打四遍 然后连几轻轻便在笑辩论赛夺冠了 怎么办觉得自己好厉害 大二就夺冠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 其实在我18岁以前 高考都是我人生的唯一目标 我是没有精力 也不被允许去发现自我的 而在上大学以后 就终于脱离了父母的魔爪 脱离了繁重的高考压力 第一次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我总算得以真诚的寻找 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并享受过程 当然了 每个月还有父母定期打来的工资 这个时间有比这更好的工作 从这个角度来说 十年前的我确实是快乐的 毕竟那时社会和生活还没有给我一记记重拳 我盲目的相信着自己明天会更好 然后就将青春花在了自己认为最应当花的地方 即虚度上 同时非常庆幸的是 当时我便开始意识到自己或许可能适合做律师 因为经过大学这几年对自己的了解 首先我认为自己技能术和律师这份职业非常匹配 其次我喜欢法学也喜欢自由 能在大学阶段确定志向 是我认为自己在大学阶段最为幸运的一件事 最大的变化可能就在于 从一名律师助理逐渐成长到准备自己开律所了 毕业后我来到成都成为一名小小的律师助理 法律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有所不同的是 它是一个属于大户气的行业 你的收入和你所受的尊重 一定是随着你知识经验阅历的丰富而上涨的 而这些都需要时间的积累 这同时也意味着 出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注定会过一段非常艰苦的时光 我的助理生活和这个行业绝大多数刚入行的年轻人一样 贫穷 劳累 曾经在学校里面叱咋风云的辩论队长 在新手村也只能乖乖的给领导拎包包开车 掌握打印机的各种使用技巧 并麻利的进行各项跑腿活动 之前不是有一档叫做令人心动的offer 这个律师职场综艺很火吗 在看那个节目的时候 我首先是不幸的 但更多是羡慕的 因为它和我所经历的出入职场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在我刚参加工作的那段时间 我没有对我悉心教导并照顾我自尊的领导 更没有对应届毕业生来说非常可观的工资 对我来说就只有空空如也的大脑和捉襟见走的生活 彼时能得到前辈或客户一句小小的认可 便足以令我高兴一整天了 因为确实也没有其他值得高兴的事情 而如果你问我是如何熬过来的 我的答案是熬着熬着就过来了 包括现在我心中一直有八个字 就是忙时作业 闲时作文 忙时作业首先是逼自己忙起来 想做的活要抢着做 加码做 因为只有做了才能更快的积累经验 尽早的读挡一面 闲时作文是只要一有闲暇时间 我便会在网上写一些法律文章 和大家分享我对一些法律案件的看法 我最多的时候一年写的法律评数大概有100万字左右 然后写作这个习惯在接下来这几年确实是帮到了我的 让我被更多人看见 于是我先是在24岁的时候 就有幸被评为律所的年度律师 然后在25岁的时候就提前被评为了我们律所最年轻的合伙人 其实根据律师法的规定 当时我年轻的有点过了 尚未达到合伙人的连线 所以这个title是主任西财 先内部塞给我的 在26岁的时候我就出版了我人生的第一本书 很稚嫩 27岁就出了第二本 并开始尝试通过视频的形式和大家进行法律交流 也在这一年我也开始搭建自己的团队 然后在29岁也就是10年后的现在 因为我愈发的觉得行业里比我优秀的律师实在是太多了 优秀到我迫切的想和他们一起开创一段美好的事业 所以我准备在我们成都市天府中央法务区 开设一家新的律所 上海德河汉通成都律师书所 在这个阶段我也见证了成都的发展 我刚到成都的时候 成都只有两条地点线 一号线和二号线 而现在成都连18号线都有了 同样的那时成都的高新区都算是方新未爱 而现在别说高新区 更大的天府新区的建设也在日新月异 包括我们律所也准备在天府新区安家落户 坦率说十年太长了 很难假设 而为了准备这个节目 我还翻了翻自己的QQ空间 找到了差不多十年前 就是我20岁生日那天写下的一篇文章 其中有一段话 这十年来我认为自己还是在朝这个方向走 我也希望在未来的十年 我还能一直记着它 所以就请允许我把这些话读给大家听 感谢这二十年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二十年后的自己 看看未来路有那么多 我也不知道命运会把我推往哪条路 但我相信那条路也许曲折 也许有很多磕磕绊绊 甚至也许是条不归路 但我从未怀疑过它的精彩 我希望这条路自由 不仅仅有精神的自由 还有财务的自由 我不希望我的未来会因为金钱 有太多尴尬 所以我会努力挣钱 尽量让我和我在乎的人 在物质上过得很好 我不会让别人决定我的命运和选择 所以我会坚决服从自己的意志 继续自己给自己做决定 我希望这条路有理想 我从没忘记过 希望国家更公平和正义的理想 这也是我学习法学的原因 但以前我总幻想着自己能流转乾坤 站在风云浪潮之巅 而现在我希望通过以后做的 一个个一点点小事 为这个理想做出一丝丝贡献 每一个波澜状况的浪潮 都是由无数小水滴组成 我不奢求站在风口浪尖 只愿做那个小小的水滴 看得出啊 当时我确实还是比较年轻 我还不知道 其实做一个小水滴也是很难的